娱乐圈最成功的明星赵薇 相信大家都认识吧 现在一说起 他便会想到98年的一部经典喜剧《还珠格格》 戏中的小燕子成就了赵薇 而赵薇成就了小燕子 至今小燕子一叫巫人模仿 不过已经过去20年了 如今的赵薇已经成为了一位赵薇 大家都知道赵薇和富商黄有龙是在09年结婚领证的 当时两人的婚事许多人不认可 就连黄有龙母亲也不赞成 直到黄有龙把赵薇饰演的作品拿给自己母亲看后 黄有龙母亲便慢慢接纳了赵薇 然而两人结婚已经8年了 至今无子也是令人悲哀 虽然赵薇和黄有龙目前有一女 但是没有一而继承他庞大的产业 毕竟黄有龙世代都是商家 并且黄有龙和赵薇 赐资近30亿亿港元入股阿里营业 成为马云旗下的第二大股东 这庞大的产业 将来能不需要一个儿子来打理吗 不过在去年 有媒体爆出赵薇参加最后一期真人秀节目中餐厅时 疑似怀善二胎细讯 瞬间引起了网上一片争议 毕竟赵薇的年龄阶段已经40多岁了 能怀上真的是一大奇闻 不过后来在去年年底赵薇工作室 否认了赵薇怀上二胎一事 虽说从景况照片来看 描跳性感的曲线仍旧保持完美 丝毫看不出赵薇已是44岁 突然想到偶然看到的临心如转刀 爱琪在微博分享的恢复风韵细腰的法子 特地访两礼拜 身上困扰已久的游泳圈惊喜的一离我而去 才已得知这就是他所谓的法宝了 话说回来网友们对赵薇怀二胎一事也是比较关注的 虽然去年赵薇没有怀上二胎 不过在今年的一月份媒体采访 到赵薇有打算计划二胎 当时赵薇说道 对于生二胎的话 今年应该有着这打算吧 毕竟我丈夫也是蛮喜欢男孩的 听他这么说 难道今年真的有打算生二胎 然而近段时间 网上又传出了赵薇怀上二胎一事 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据说赵薇在今年4月份 深见香港与有人合影 腹部拢起来一次怀上喜讯 难道说赵薇计划二胎成功了 毕竟43岁的赵薇怀上二胎是重大喜事 然而在今年的6月份 有网友在杭州的一家大型商场 拍到赵薇身穿一红色格子衫 戴着一个黑色口罩 不过看他腹部很明显的隆起来 真的是韵味食毒 看来赵薇真的是成功怀上喜讯 网友龙终于按来了 真心祝福两人吧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